罗友 右手 失财绝艳 是乃我皇室子孙之表率 然而 小什么赏赐尽管开口 朕定当满足 父皇 儿臣不要奖赏 儿臣斗胆有一事相求 你说 我国与北姓国作战 虽欲挫折 但精锐未失 此时割帝纳攻议和 绝非两策 请父皇驱逐北姓使团 停止议和 今日只论诗词 不论朝政 父皇 北姓国外乡中肝 此刻开战定能获胜 割帝赔款 无异欲以身似火啊 朕说了 此事荣厚在意 虽说这剧情变了 但秦川的品性 丝毫没变呀 不谋私利 一行只为江山设计 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但 我也被他害死了呀 大胆秦川 你这是公然抗制 藐视皇上 满朝文武大多之时议和 难道众人皆罪 你独行不称 父皇 老四如此娇狂 必须延长 还不退下 父皇 儿臣可退 但北县将士不可退 我大胜百姓不可退 请父皇三思啊 放肆 来人 让朕拖下去 等一下 小夕 你是 要替你夫君 说情吗 皇上 是 今天虽是考骄诸位皇子 皇上 但臣妾也准备了两手 斗胆请皇上品贴 干什么 快快去 好 你也会做事 且做来 让朕听听 春花秋月何时了 皇上 往事之多赏 小楼昨夜 幼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 怨鸣终 厚词啊 流流数据 便将满腔悲愤 跃于纸上 浑然天成 朕也没想到 小夕竟有如此才华 朕听着词里 诉的是 故国幽怀之情 小夕何故 又如此感慨 臣妾曾看过一本贤书 书中有一个名为南唐的小国 国主喜爱诗文 厌恶战事 被强国入侵时 屡次以割地来换取和平 可敌国君主却说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最终将南唐灭国 灭国后 很多投降的大臣 却依然能在敌国当官 但国主 却不再是国主 沦为阶下囚 思念故国 怀念往昔的荣华 却不可得 怀着无穷无尽的仇思 郁郁而终 雕兰玉器 阴犹在 只是 朱颜感 温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亦将春水 向东流 父皇 他分明是刻意应识 父皇 莫小心和他在胡言乱语 一切都是儿臣的主意 与他无关 温君 能有几多仇 恰似 亦将春水 向东流 仇煦 悠长深远 又如潮水汹涌澎澎湃 堪称千古绝句呀 只此一手 王妃便可击身 当世此宗 朕也没想到 萧夕竟有如此才华 你此里的深意 确实令人警醒 皇上英明神武 与那书上的南唐国君 字不相同 我大晟国均荣鼎盛 马撞兵强 将士们一心杀敌 报效君王 其战役气魄 可冲消汗 臣妾斗胆 也曾为我大晟国将士 做过一首诗 念 清海长云 暗雪山 孤城遥望 御门关 黄沙百战 穿金甲 弄获北庆 终不还 我大晟国将士 都是好样的 曲曲失作 难恕我大晟国将士 融资之万一 皇上 以斗争求和平 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 则和平亡 北县战士 以皇上一言而绝 一举而定 臣妾在此 御先 为皇上贺 臣臣为皇上贺 好一句 以斗争求和平 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 则和平亡 议和之事 就此作罢 我大晟国和北沁国 沙场上见真章 皇上圣名 众外卿平身 谢皇上 那今日施惠 谁 谁是头筹啊 今日本是考教诸皇子 但小夕身为王妃 也不是外人 专儿 朕的意思 这头筹就定给小夕 如何呀 儿臣并无异议 谢皇上 那今日施惠 谁 谁是头筹啊 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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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厂 主要议 忽畏 朕的意思 朕的意思 путfare 写